赛前的开场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中超联赛的官方旗帜 两支球队的队灰旗帜 已经是在体育场的内场陈列就位 双方球员即将列队出场 在现场我们也听到了上万名球迷 对于球队的呐喊声和助威声 又一个属于中超联赛 属于足球的周末到来了 长春亚太队的场上队长 依然是封建老将29号谭龙 胆同志云队的队长秀彪 则是带在了15号刘伟的肩膀上 我们即将看到的是 双方赛前奏唱国歌的仪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赛前奏唱国歌的仪式结束 接下来双方的比赛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长春亚太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所排出的先发阵容 门将的位置上是23号乌亚科 后防线上17号力宏 今天这场比赛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 两个中后位依旧是4号奥克雷 还有26号伊藤 21号崔奇今天这场比赛是换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 一会开场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站位情况 中场8号汪进贤 11号萨比提 44号祖一 还有19号廖成坚 进攻线上是9号梁纳多 还有29号弹龙的风线组合 相比于上轮一比打平天津金门虎的比赛 长春亚太队今天这场比赛前中后三条线 做出了四处人员调整 当然这当中有几处都是被动的 刘云上轮受伤了 塞尔吉尼奥也是有伤 张宇峰也是有伤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其实对于长春亚太队来说 在人员的使用上还是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本场比赛的当职主裁判 是来自甘肃的杜建新 两个助理裁判分别是江博和孙靖 第四官员是寇建勋 视频助理裁判由艾坤担任 视频助理裁判的助理是杨南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视频助理裁判室的情况 南通之云本场比赛的先发阵容 和球队上轮一比打平苍州雄狮的首发11人 完全一样 门将的位置上 23号施晓东 后防线上19号刘欢 14号布雷桑 15号刘伟 还有4号叶丽江 史纳尔 一字排开 中场25号曹康打在后腰的位置上 在这身前是18号莫雷拉托 还有6号杨明阳 9号卡斯蒂略在封线上突浅 左边路是11号巴尔德 右边路是10号徐俊敏 镜头也是在双方的主教练之间做了一个切换 45岁的陈阳指导和39岁的大卫帕特里希奥 实际上这也是目前中超联赛当中两种教练体系的代表人物 在中超联赛告别金元时代以后 本土教练的更多的使用 尤其是对于本土的有经验教练的更多的使用 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个球队当中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当我们已经无法用大量的资金 去引进世界级的名帅的时候 一些年轻的 然后呢 但却有着相对比较长时间的从教经验的主教练 开始出现在了中超的各个球队的教练组 甚至是主教练的位置上 他们的名字可能不一定像李皮这样的教练那么显赫 但是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执教理念 也对自己的球队有着自己的用心的打造 今天这场比赛 两个封线上的九号球员 也是镜头当中的焦点 卡斯蒂略在上轮对阵苍州的比赛当中 打尽一球 14号布雷桑 这几场比赛都是南通之云队的主力中后卫 坐镇后场 好 随着主裁办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这场比赛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拉开战幕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五轮 南通之云在主场对阵长吹亚太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在5月6号的19点35分 在南通之云的主场如高奥体中心体育场来进行 这也是南通之云队这个赛季的第二场主场的比赛 现场也是球票早早已经售庆 上万名球迷到场来为两支球队的球员加油助威 屏幕下方现在给出的是两支球队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所排出的先发阵容的情况 在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 南通之云队在这场比赛和上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是完全一样 而事实上在过去的四场中超联赛的比赛当中 帕特里希奥的首发阵容整个的变化其实是不大的 为数不多的变化 一个是在右路 另外一点的就是在后腰的位置上 是曹康还是在中场的这个位置用老枪汪苏把这个做了一定的轮换 但是今天的这场比赛依旧是曹康在中场来坐镇后腰 陈阳指导从2020年的10月接手长春亚太的轿鞭一直到现在 其实带领长春亚太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在前一个赛季长春亚太重回中超 成为了中超联赛当中最大的一匹黑马 但是上个赛季随着鲁尼尔在进攻线上频繁的受伤 再加上后方线上奥克雷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 其实长春亚太上个赛季的战绩是亚太的球迷感觉并不太满意的 这个赛季他们也急待重整旗鼓 帕特里西奥实际上在南通之云也是待了有一段时间了 19年他就是球队预备队的教练 在以后担任了球队的技术总监 担任了球队的助力教练 在今年1月也是正式接过了南通之云队主教练的教编 开场打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应该说主场作战的南通之云在开场之后向前压上的这种进攻力度 还是体现的非常足的 先看一下这个角球球直接打到禁区的中路 第一路点是奥克雷顶道 外围再补一脚远射 这个球打高了 那是19号刘欢 在前几场比赛当中呢 两个边路刘欢这一侧进攻压上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在另外一边呢 叶利江史纳尔的身前呢 有的时候8号莫雷拉托会往这边来拉 然后他会更多的在进攻方面形成一个三到四个人的边路进攻的团队作战 卡斯蒂略还有罗马里奥巴尔德 两个人这比较相近的发型 包括比较相近的身材 实际上在球场上在前几轮比赛当中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仅仅是场边的球迷看着可能有的时候对方的防守球员 看这两个人也得好好地认一会儿 刘伟上来 这是卡斯蒂略收回来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莫雷拉托的位置会拉到边路 然后叶丽江 史纳尔的位置也往上顶 那同志云队整个中前场的进攻打得还是很有张力 叶丽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上之后呢 刘欢不上 然后他和布雷桑还有15号刘伟形成一个三中位的这样的一个站位 叶丽江 莫雷拉托调整 这球直接打球门的圆角 很有想法 也很大胆的一角射门 这个球最后稍稍偏出 转出了球门的圆角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 叶丽江边路的边线球制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然后徐俊敏拉边之后把球交给了莫雷拉托 莫雷拉托也是有巴西和意大利的双重国籍 在过往的球队当中呢 可边可中 这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祖一在中场直接向前的传导 这球错进错出 留在了弹龙的脚下 调整之后的打门 开场六分钟 长城下太队这边也是完成了 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角射门 这个球虽然最后放了高射炮 但是能够看出长城下太队 祖一在中场的这种进攻组织的作用 还是体现的很明显 他在中场拿球 然后观察对方防线的空档 把这个球传到弹龙身前的这个位置 叶丽江 外脚背直接把球放到了前场 莫雷拉托远端的空档出来了 但是莫雷拉托还是选择了自己带球 突出进去 直接起脚打门 哎呀 这个球早一点传到巴尔德身前的区域 是不是会更好 连莫雷拉托呢 从右路往中间收 这个球 他拿到球之后就只能走外线了 而他本身又是一个右脚球员 这个球不好调整做射门 但是你如果给巴尔德 巴尔德具备有速度和冲击力 他那边又是正面皮球能够冲上去 这个打起来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卡斯蒂略 哇奥科雷跟着卡斯蒂略都已经是打到了如此靠前的一个位置 充分说明了卡斯蒂略现在在封线上的这种作用 还是让他的对手们感觉非常的忌惮的 卡斯蒂略 26号异桃 上一场比赛呢 长春亚太队后防线上 崔奇是打在了左边 然后2号阿布海米提打在右后卫的位置上 今天这场比赛 崔奇换位到了右边 然后力宏打在了左后卫的位置上 第三轮长春亚太对这生花的那场比赛 也是长春亚太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场失利 那场比赛 麒麟兄弟赛后和自己家人合影的视频 也是在网上广为流传 兄弟二人都是征战中超赛场 而且都打拼多年 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也是励志的佳话 这场比赛 中场大范围的一个长转转移 这球想给边路的11号巴尔德 但是脚法上没有能够运好 球直接出了边线 封线上现在巴尔德和卡斯蒂略 两人各自都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 巴尔德在边路能带能突 当然船的这一下呢 这个就得看心情 你看这就是巴尔德想把球转给自己中路的队友 但是位置上没有能够掌握 你说巴尔德太独呢 他前两轮比赛连场进球 第三场比赛又给卡斯蒂略送上了助攻 你说他不独吧 在多场比赛当中 基本上他这边就是一去不回头了 所以南通之云肯定还是要利用 封线上卡斯蒂略和巴尔德 这两个外援的个人能力 但怎么在这两个人强大个人能力的基础上 再能够把两人之间的连线 包括整体的这种进攻和两个人的特点相结合 我觉得是这个赛季南通之云想要在中超联赛当中立足 或者是走得更远 要去解决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开场虽然南通之云压的位置比较靠上 但是随着挺过了对方开场的三板斧 长春云压太队现在慢慢的开始把自己的进攻阵线给推上来 而且现在看还有一定的进攻威胁 王继贤发了一个战术角球 王继贤这个球应该是想起一个高球 但是并没有能够踢正皮球的部位 变成了地滚球了 压太队这边中场 截得皮球之后再来组织进攻 这个赛季呢 11号球衣穿在了新加盟球队的萨比提的身上 如果埃里克在 像刚才这个位置的球 巴西人可能就选择自己带球直接向前的推进 但是萨比提过往在苍州雄狮 我们看他的比赛 在中场后腰的这个位置 萨比提能攻擅守 打的还是相对的比较球稳的 萨比提能攻击 这个球在禁区边缘的位置 也是想要利用自己的速度来生突 19号廖城街 最后球距离身体稍稍的远了一些 没有能够完全的控制住 就算死了 所以说 一个选择 主一在中场连续的两次拦截 但是并没有能够把这个球截下来 男同志云队在前场的边落 继续来组织进攻 叶丽江上来之后呢 这个球想是打一个过顶 把球送到莫雷拉托的面前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主一上个赛季的后半段 加盟长春亚太 但是呢 在当时亚太队中的那种情况下呢 没有办法马上给自己的球队 带来状态的提升 先看一下这个球 传终球打进去 弹龙赶紧在进区的前面 再补上一脚解围 让这个球远离危险区 但这个赛季 随着长春亚太队的阵容发生变化 然后主一来队也有一定的时间以后 他在场上的这种作用 其实这个赛季开始前四轮 还是体现的比较明显 主一的到来 其实解放了塞尔吉尼 塞尔吉尼奥的位置可以打得更加的靠前 而不用在两个禁区中间来回往返奔跑 而在塞尔吉尼奥今天不在场的情况下 我们也看一下阻一 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能够更多的帮助长春亚太队 去进行进攻的组织 巴尔德 这球交给套边上来的自己的队友 然后接下来传中球往中间打 这球没有能够完全的打起来 六号杨明阳 球搓的线路有点低了 控转球再往进区内改 奥克雷在第一落点 把这球直接破坏了 中场断球以后 曹康往边路改 这是巴尔德的射门方式 巴尔德这球也是打得有点着急了 赢球直接一脚端射 结果这个球最后是直接放了高射炮 当然你巴尔德这一侧不能这么放 长春亚太队应该多看一下 南同志云队前几场比赛 巴尔德的这个表现 一场比赛可能这种打得急躁的画面比较多 但是你只要给他一次让他能够打穿你边路的机会 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致命 所以在巴尔德的身前的这个区域 长春亚太队如果想要避免危机的话 还是要注意加强盯人 奥克雷 奥克雷 还是呈现出了要比上个赛季更好一些的状态 上个赛季长春亚太队的排名不如他前一个赛季 就是重回中超的那个赛季 一是前面卢尼奥尔缺阵的时间太多了 二一个就是奥克雷的水平 很多球迷觉得要比2021赛季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滑 经过了一个完整的冬季的备战期 现在重新回到球队的奥克雷 还是体现出了不错的状态 中路带球向前推进 这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徐俊敏上个赛季其实在中架联赛当中 就有着很不错的这种技术能力的展现 但是刚才你面对对方三到四名防守球员组成的阵线 想要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强拖过去 这个难度也还是比较大 这段时间长春亚泰队的阵容已经是完全的展开了 这科比刚开始的时候南同之云压着打 然后长春亚泰收着踢呈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局面 捧穿球直接打到门前 石晓东出击判断的很准确 把这球稳稳的收到了自己的怀里 鲁昏大范围的长转转移给到了边路 霍雷拉托直塞 徐俊敏再往点球点的位置传 进区内接应的点太少了 徐俊敏是打在前腰的位置上的 他如果拉边的话呢 那中路的这个区域就只剩下了卡斯蒂略一个人 卡斯蒂略吸引了防守球员之后 南同之云在左洛巴尔德是不是可以往中间收 然后呢在中场不管是杨米扬也好 或者是曹康再大胆一些 能够前插到禁区前沿的这个位置 那刚才的这次进攻才能够真正的形成威胁 现在南同之云在进攻一端 投入的这个兵力目前看起来还是显得稍微少了一点 长春球在边落 然后船中往中间打 中路的第一落点刘维顶出来 中路的第一落点刘维顶 看看这个位置 王敬贤没有更多起脚打门的空间 球转到左一的位置上 但是南同之云对中路的防守也迅速的收紧了 OK 组一 萨比提再往边路转 汪敬贤这一侧身后力红上来了 汪敬贤横向的内切 传球的一瞬间 夜里将有一个伸脚的拦截 这影响了他的传球质量 安龙进区前断球 挑传梁纳多扣过来 起脚打门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二十二分钟 长出鸭太队刚才这是在中路保持了极大的耐心 然后几名球员细致不断的传球 终于是拆开了对方 中路非常非常严整 人数很多的防线 这次进攻打得真的是很漂亮 每一脚传球都恰到好处 每一脚传球都很到位 谭龙拿下球来 然后把球交到了莱昂纳多的脚下 莱昂纳多得球之后也是显得非常的冷静 我们先看 面对上抢的对方的防守球员 先是扣过来 然后再拉开射门的角度 刘欢第一时间被晃 然后刘伟过来进行拦截的时候 也没有能够拦住 莱昂纳多这脚翠射 应声入网 场上的比分在这个时候被改写为1比0 莱昂纳多这边也是连续两场比赛都取得了进球 上个赛季在山东 实际上他的状态并不算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这个赛季换了东家之后 会给人一种菊生淮南 菊生淮北的感觉 南东之云其实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 他的防守还是做的比较严整的 防守的人数足够 然后后腰回撤的也比较深 在进去前的位置呢 能够形成一道两层的防线 但是你这两层的防线形成 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堆的人数越多 就越能够确保守住 莱昂纳多刚才那个过人 还有弹龙第一落点拿的 确实是漂亮 似乎就不像上一场比赛打仓舟的时候那么多了 他包括其实上一场比赛打河南 卡斯基瑞在进攻线上连续两场比赛进球 后腰的位置的防守 包括前两个对手在中位位置上的防守 都少有像奥克雷这么硬朗的中位球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个主场 南童之云在自家门口 1比0的比分击败了河南 然后 对于球队来讲 拿到了新赛季的首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打河南的那场比赛呢 一是河南队后腰的位置上 防守的力度并不是很强 让巴尔德在边路的内部 获得了更多的突破的空间 然后呢 卡斯蒂略前叉的这种接应 所做的效果也是很不错 弹龙 转中球 莫雷拉托 长城牙他对前场的反强很积极啊 然后莫雷拉托 刚才这个一个原地转身 摆脱了力宏手上的拉拽 现在南童之云队有反击的机会 再看啊 这是巴尔德的特点 他突起来这一下看起来速度很快 然后呢 会给对方的防线带来很大的冲击力 但是突到禁区前 接下来是传是射 这一下有时候巴尔德可能想的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再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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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虹把这球吃进来 让同志运队现在整个中场的阵线开始前提 丢球以后呢明显主队加强了在中场位置上的反抢 希望能够尽快的断下球来 然后迅速的投入到进攻一端 对于长世亚泰的后防线再给上更多的压力 刘伟 回传布雷桑 大脚的出球 还是去找进攻线上的卡斯蒂略 卡斯蒂略这种球呢 就没有办法在奥克雷的面前 很顺利的抢到第一落点 然后再把这个球摆给巴尔德 现在是巴尔德时间 这个球直接转到了远端 莫雷拉托 好的叶里江这边上来了 看船中的质量 横传球给到门前 中间两点包抄 但是长车压台队这边是聚集了 多达四名防守球员 廖城坚收到了中路 最后是完成了一个关键的拦截 再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南东之云 在右路的进攻的特色 莫雷拉托拿球 他可以在边路突破 也可以往中间走 然后他往中间走 让出边路的空档之后 里里江的位置前插 这有的时候会直接打乱对方的防守 三十分钟 现在看一下南通之云队的脚球质量怎么样 球直接打到后点 投球攻函 这球在门前再补一脚 布雷桑把球送进了球门 比赛进行到第三十分钟的时候 利用一个脚球机会 南通之云队现在把球打进了对方的球网 整个如高体中心体育场的南通之云的球迷沸腾了起来 这个球啊 南通之云队的传球的路线选择的非常的精准 这个点打的太准了 直接绕过对方前点的防守 直接打后门柱的这个位置 再来看看这个位置是谁来防的 11号萨比提盯着南通之云队强点的球员 等于绕过来已经丢失了身位 在这个位置上失掉了身位的他 没有防住6号杨明阳 杨明阳的投球攻门越过乌亚科 打在了球门立柱上反弹到门前 在那个位置就是大空的局面了 只要是南通之云的球员碰一脚 把球捅向球门 这个进球就基本上有了 最后完成致命一击的是布雷桑 但是现在呢 裁判这边还在通过耳机 和视频助理裁判组进行着沟通 有了VR之后啊 现在很多球第一时间就只敢说 把球送进球门 不敢说是一个有效进球 这得再看啊 我看一下视频助理裁判所查看到 萨比提跟着杨明阳 然后往远端的这个门柱的位置去绕 然后呢 形成了投球攻门 越过之后再被布雷桑补进 刚才视频助理裁判所给出的话 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出第一时间的一个清楚的交代 这是刘云和莱安纳多 两个人在争抢的时候呢 刘伟和莱安纳多 两个人在争抢落点的时候 刘伟的手臂扬起 也有一个向后的动作 刘伟和莱安纳多 裁判这边呢 还是在和视频助理裁判进行着沟通 这段时间视频助理裁判室的工作 一下子也是繁忙了起来 后场的定位球开出 往边路转去找巴尔德 效果依然不好 但刚才那个定位球呢 虽然最后VR认为进球是无效的 但是其实可以给南通之云 接下来的定位球进攻 来去做一个提醒 如果现在运动战不太好 去打开长春亚太队的后防线的话 定位球的时候 你至少在相应位置上的 这个攻防人数是对等的 刚才的那个球呢 无亚科冲出了球门 然后呢 进行拦截杨明阳投球的过程当中 然后他已经是越过了南通之云队的布雷桑 那这样的话呢 在门前只剩下的南通之云队 只剩下的长春亚太队的那名后卫 就成了后防线上的最后一名防守球员 视频助理裁判最后是提示布雷桑 在把这个球补向球门的时候 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所以南通之云队刚才的那个球 也是被判作无效 刚才南通之云队的那个角球的战术 整体的执行情况 应该说完成的还是不错 两个前锋往中点冲 然后带开长春亚太队的后点的防守球员 然后再由后腰往后点去 去抢这个落点 在之后如果获得角球定位球的话 南通之云可以在这样的战术上 再多做一些尝试 双方的犯规次数只比6比6 这比赛打到不到40分钟呢 两边在中场的这种对抗 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这球在直接打向球门 这个定位球的点阀的 就不如刚才那个角球要更好 这球直接转到了 欧亚科手边的位置 中国在这种可以再撒吗 这球在这种地方是什么呢 这球在这种地球上是这种地球队的 对抗体的地球队的东西 摇不摇 往边路改 向的转移过来 刘伟 徐俊敏 阿尔德的位置呢 现在换位到了右边 他和莫雷拉托 两人在左右两个边路 有一个换位 咱们通知云也是尝试一下 这种进攻线上左右互换的方式 看看能不能在进攻一端 想到更多的办法 前场的反抢 做得非常的到位 罗马里奥巴尔德 这球转移到了中路的空当区 刘传上来了 莫雷拉托 杨明阳 长春亚太队的防线 退的比较靠后 南同知云队这个进攻呢 就打着打着 别人感觉就有点失去耐心了 后场这么直接往前场 打在对方防守 已经站定的情况下 你想把球转到卡斯蒂略身前 或者是头顶的位置 这很难打 要知道长春亚太队这个赛季 奥克雷流队 然后再引进了一腾 这个中后卫的平均身高 摆在那儿呢 防高空球具备一个先天的优势 南同知云 南同知云这段时间呢 进攻一端 现在掌握了更多的球权 长春亚太队在进攻一端 相比之下就打得有点沉寂了 莱安娜多呀 谭龙啊 几个人之间的这种连线 到现在为止 过去的这段时间 我们大家并没有看到 祖一今天的位置 打得虽然靠前 但是呢 你要想让他在前场 去扮演塞尔吉尼奥 这种进攻的 组织核心的角色 似乎他一个人 现在还做不到 萨维提 祖一 那祖一要在中场 把这个节奏给放下来 然后慢慢的来梳理 我觉得他带球 然后快速的向前推进 传中球 给远端 哈喽 这个 愉悦的投球攻门 顶的腰腹力量显得很足 但是球位置顶得不好 直接顶高 立红上来 左脚的传中球 绕尔辉这个赛季 去了梅州以后呢 长城亚太队 左后卫的这个位置 实际上也是进行了 几个人员的尝试 希望能够在这一边 给补全这个拼图 右路的进攻来了 传中球往门前送 这球守在中路的是 8号汪进贤 南投支援队的这一次 边路的防守啊 其实有点太放了 而且中间防汪进贤的 球员盯人也不够紧 再看一下 边路进攻上来 再往中间送 这个叶力将收回来 中路那个位置还有刘伟 但是两个人中间 这个空当区域 一下子让汪进贤 给后了个正照 这就好在空间太小 没有充分的白腿射门的余力 跟他们筹造成功 正面 18号汪进贤 好 内容 有点灰贤 和 乌亚科今天这场比赛 截至到目前为止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定的 先看一下这个任一球 徐志敏任一球直接打球门的原点 乌亚科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预判 把球给接到了 但是施宜这个球 他往后挫的这一步的时候 球整体越过了底线 南通之云队现在获得了一个脚球 再看一下 这个位置能看得更加的清楚 这确实 转身的这一下 这球整个已经拿到底线之外去了 在对侧的那个脚球 南通之云队给长翠亚泰的防守 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甚至一度把这个球给送进了球门 但是布雷桑出球的时候 出在越位的位置上 看看换到这一侧的脚球 效果怎么样 卡特里希奥这边也是在示意自己的队员 要执行什么样的战术 这一看就是平时训练当中 有安排有布置的 时候徐俊敏发了一个战术 给杨明阳 再交还到徐俊敏的脚下 这一下打得太复杂了 结果在执行的时候 你稍有差错 这边就举骑试约位了 再看啊 确实打的套路太多 李虹这一下的扣球还是非常的冷静 再比提 上转球 这球到了卡斯蒂略的脚下 奥克雷马上贴过来 看奥克雷这种一对一的防守能力啊 通过这个球就展现的很充分 他可能后发 但是等他到了对方前锋身边的时候 这个防守基本上就已经覆盖过来了 卡斯蒂略你没有第一时间把球调整过来 而是往边路一走 这个进攻空间就小了 双方的角球次数只比4比1 南同志云队看看这个角球能够打得怎么样 这球直接打前脸 警报还没有解除啊 在进区内直接完成了一脚倒勾射门 这球看着也是很赏心悦目 但最后球的路线直来直往 直接偏出 看一下这球 空中弹起 卡斯蒂略在进区内做的这脚倒勾射门 还是敢想敢干 上半时比赛两分钟的伤情捕食 应该说上半时双方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打得很精彩 长春亚太队呢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 虽然一开始收起来 客场作战摆出了一个手势 但是随着适应了南同志云开场之后的这种进攻 然后他马上把自己的阵线展开 在进攻一端打出了很高的效率 弹龙给梁纳多送上传球 然后莱昂纳多在进区内闪转腾挪 创造出了射门的机会 并且准确的破门得分 南同志云在丢球之后呢 也是马上做出了一个回应 阵容压得非常的靠上 获得了更多的进攻机会 但是呢就还是我们之前说的 你现在怎么样让巴尔德和卡斯蒂略 这两个逆区仰仗的外援球员有更好的连线 而不是两个人各自的单兵作战 上半时后半段南同志云打得很热闹 但是呢实质性的可以直接威胁到 乌亚科把守球门的射门 还是要相对较少 利用脚球打进了一个 但是因为越位被吹无效 今天啊 如高体中心这草皮略有点滑 赛前浇水可能浇的稍微多一点 上半时在直播间里有不少球迷朋友提到 刚才乌亚科这个大脚也是出现了大花 徐俊敏在南通之云的进攻线上啊 现在这个灵性还是体现的非常的充分 刚才这个球连停带过 迫使对方的防守球员只能是直接伸手拉拽犯规 才怕也是出示了黄牌 再看一下这个热一球 直接打到远端 投球顶向球门 乌亚科在门前再次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 把球收在了自己的怀里 上半时伤停50的时间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好 这时候呢 主裁判吹响了双方上半时比赛的结束上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 长出亚太队是凭借着9号梁纳多的进球 目前1比0的比分暂时领先 布雷桑利用脚球机会曾经一度的把球送进了 长出亚太队的球门 但是那个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吹罚无效 这样的话呢 半场比赛战霸的时候 长出亚太反客为主 有着一球的领先优势 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 来看一下双方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会做何调整 稍后见 足球的魅力不止在于赛场 体育的魅力更不止在于竞技 绿云场上闪耀的人性光芒 向所有人传递着爱与希望 这是2022年中超第24轮的比赛 由大连人对阵深圳队 在双方球员奏场国歌后的赛前合影环节 一件特别的球衣出现在大连人的队伍中 严向床与商影 举着应有永远的小王涛的20号球衣 缅怀此前应定去世的大连组坛民宿王涛 王涛效力大连期间 帮助球队获得四届甲A联赛冠军 并且七年内五次抨击甲A赢缺 为昔日的大连队立下汗马功劳 也是如今队中许多年轻人们爱戴的老大哥 老队员必须得起到一定的作用 要不在队里没作用 可能就老队员可能也就没什么用了 比赛第五十分钟 林良明门前一记漂亮的愉悦中底 帮助大连人手开记录 当场边的主教练和替补球员 都在忘情庆祝时 进球的林良明却显得冷静 缓缓走向场边向工作人员示意 工作人员也是立刻行领神会 大连球员再次高举王涛的球衣 并将他放在胸前 这一幕令所有球迷为之动容 是巧合也或许是命中注定 这场二十点开球的比赛 大连人最终凭借林良明的一传一射 以二比零的比分击败深圳队 将这两立进球献给曾经大连队的二十号 当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球员们 传承着前人的梦想与意志 继续在绿鹰场上奔驰 这才是足球最美的模样 通战没有优势的 到湖顶戴维森调找自己来 一比零 武汉三阵取得金球了 接着企业再强点 脚后跟漂亮 二比零 上半场四十分钟 帮助武汉三阵 二比零领先了 三球看起来 头球 三比零 球速快 落点准 现在是洛卡迪亚 向前的直传球 这球奥斯卡 得球 单刀杀中进去 缓过对方的门将 打门 球尽了 比赛进行到第71分钟 苍洛雄师队的 万元三差底 在这一瞬间 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闪电反击 开出来的后点 胸部停下来 打 六号配帅 这几乎是一击 压哨绝评 五脚掉高球 找菲莱尼 好球 再给克里桑 克里桑 世文 参加机第二反应非常快 这个比赛 对于北京国来说 好消息 就是没什么时间 而对于山东泰山来说 好像就是北京国 好像没想赢 是谁说的我是一姐 谁死了美娜吧 绝世大美女啊 我不是眼控 激动我也不能告诉你 这句话可以播吗 不我没打 太可怕了这个问题 吃饭睡觉 等着新赛季开始 好好备战 准备比赛 各种吃发 触底反弹 球迷满座 轻心向上 坐无虚急 群雄争霸 满坑满谷 有我 为山东打靠 为家乡打靠 家乡球队 起劳队 重 城楼城 胡鹤涛 北京国有点 段德志的小孩 我觉得是不错 替代那些名字 还有点陌生的年轻球员 用自己本赛季的表现 把自己变得家喻不祥 没有开始得罪 上海海港 那还是武汉三镇 武汉三镇 武汉三镇 用看好山东北山 那必须北京国 有北京人呀 我听过真花球迷喊一个口号 官官北京官 就是很上海的口号 叫 哪一指他 VR 有用 非常有用 别像拖拉机一样慢 看清楚 别添乱 有没有都差不多 大多数时候 它是灾难型 争议很多 远甲老师 远甲远总 那肯定是礼仪大帝 他进球最多呀 让我想想 得罪徐亮还是王小龙 我除了任意球没他好 生涯方面应该都比他强 但是如果论业余球员的话 我相信我的球员不是最好的 我自己的足球水平 怎么说呢 废体 球过人不过 略懂 你看我像球吗 在这个主持人团队里边 应该是进去了吧 真的 那我没听说过 知道也得装不知道 多多益善嘛 激动我也不能告诉你 我替球迷们感谢我们的导演组 我呀 肯定是我 那肯定是袁总啦 我不是颜客 Nice 留给大家买票看中超的时间 不多了 看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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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腾讯 来腾讯 看中超 来腾讯 看中超 来腾讯 看中超 来腾讯 我是上海海港队的球员吴磊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上汽 我军队 上汽 我是武汉三军队的 谢芳飞 欢迎来到我和局场 武汉 我是上海生花区的 武汉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上海体育场 我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 王大雷 欢迎来到我们的组场 济南奥体中心 我是北京公安俱乐部的高天意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北京工人体育场 我是长春亚太队谭龙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南陵体育场 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组场 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组场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大连体育中心 我是河南队王上元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航海体育场 我是天津金箍谱队员巴顿 我在水滴和泰达车场等着你 我是浙江队宇宙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渡州奥体中心 我是梅州客家组织俱乐部球员 李永和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武华奥体中心 汇唐体育场 我是沧州雄师俱乐部的王鹏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沧州体育场 我是荣城独球俱乐部 甘超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成都凤和山 专业独球 我是南通志云俱乐部的 汪松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如高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我是青岛海军足球队队员 正龙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青春足球场 大家好 我是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张元 欢迎来到我的组场 深圳龙岗大运中心 有多少装伤卡在眼后 有多少眼泪滴是枕头 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 现在能走到联赛地零星边打压 所有人的音乐 我们要小心自己 小心自由 团体的团体 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 上海的球队朋友大家好 我回来了 让我们一起 晃到新的历史 有多少次的梦 还没做 一尘空 感到黑夜翻遍之后 会是新的怀疮 我们都还想追去之后 我们是自己在打斗啊 快点一块 你快了 好啊 加油 心里头的野兽 还没到最终就已经罢休 心疼没有脑子 我总还会有执着 人生不会只有收获 从难没有伤口 这一球 最大约就 都会有伤口 不要害怕生命中 不完美的角落 阳光在每个裂缝中散落 等到你的眼睛 精神 每一期就在最后 五秒停断的文章 不要害羞 对局之后 只是潮汐潮落 别到最后 你才发觉 心里头的野兽 还没到最终就已经罢休 心疼没有那么脑子 我总还会有执着 爱上不会只有收获 从难没有伤口 不要害怕生命中 不完美的角落 阳光在每个涟口中散落 不如就勇敢打破 生命中的裂缝 阳光就逐渐洒 阳光就逐渐洒满了 记忆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承诺这顶点 不断超越体现 生花球没有放 一路随随 我愿意赞你 对你 很明显 完成着这一切 不断超越体现 大人生用于中 大喊 make some noise 怕怎么给我连手 make some noise 不作为 你就像箭楼 拍剂头 唱个泪 你忘记卷 我举起手 大人生用于中 大喊 make some noise 怕怎么给我连手 make some noise 不作为 你就像箭楼 拍剂头 唱个泪 你忘记卷 我举起手 我不相信 舍不起 记得走过来 也不怕思念 出个天难和挫败 我不知天 标记后 刀山更破海 超越体现 超越体现 让他们看见 最高的善念 能翻阅 眼睛失望到处看 就不会胆怯 团结 也是我活生的战略 胜利者的开学 我让爱的感觉 yeah 大家相信 真实 相信一切 同学朋友 我的目的 很明显 完全在生意前 不断超越 几千 大人生生越多大 make some noise 去拍照 不作为 就像箭楼 抬起头 唱个泪 你忘记卷 后 举起手 大人生生越多大 make some noise 看什么 跟我两首 make some noise 不为 你就像前奏 开起头 唱个泪 你忘记卷 偷 去洗手 我不相信 接下来 双方下半时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 长春亚泰队目前是1比0的比分 暂时领先于对手 在上半时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的时候 梁纳多在对方的禁区内闪转腾挪 找到了破门得分的机会 失射重地 将场上僵局打破 上半时比赛呢 南通之云利用定位球的机会 曾经是由布雷桑将皮球送进了球门 但是因为阅为在先 那个球被判无效 上半时比赛的一些相关数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两支球队在上半时的控球率啊 平分秋色 50%对50% 射门次数呢 南通之云队7次 长春亚泰队这边是4次 射正的次数之比是2比1 角球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 14比1 双方的传球次数之比182比181 传球的成功率一边是79% 长春亚泰这边呢是80% 双方上半时比赛的抢断 长春亚泰队要更多 南通之云队这边是5次 长春亚泰队这边是11次 从上半时整个的场面来看呢 两支球队应该说还是打了一个55开的局面 南通之云打好了上半时比赛的开始和结尾的这两段时间 但是上半时比赛的中段 长春亚泰队的进攻要占据更多的优势 他们也成功的利用那段时间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而这个球中间有机会打破 这个机会浪费了 天呐 南通之云队这场比赛都可能没有获得过这么好的破门得分的机会 这个球浪费的实在是太轻易了 长春亚泰队这一次防守啊 后腰的位置空了 我们看这个所有的防守球员都跟随着皮球 往长春亚泰队防守的左路去移动 后腰也挪到了那边 那这个队于6号杨明阳在中路向前的插上没有人看过 奥克雷在中间准备大脚解围又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应该是一个十拿九稳的球啊 就算不能够打进 至少也要打在球门范围之内 但是杨明阳最后这脚踢的确实效果不好 南同志云下半时比赛一开始又是抓开局 这个效果打的是不错的 但是刚才那次机会没有把握住 确实很遗憾 现在在卡罗马里奥巴尔德 传中球直接打到门前 投球 卡斯蒂略这一下是重重的撞到了乌亚科 这球是冲撞守门员 进球肯定是无效的 现在要看的是乌亚科的情况 这是巴尔德的特点 上半时我们就说了 你一旦给巴尔德这样的机会啊 你让他在边路撒开花跑出来 这肯定是不好去限制的 然后巴尔德这个球呢 是找远端卡斯蒂略头顶的位置 乌亚科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准确的 把球先摘了下来 然后卡斯蒂略撞到了乌亚科 现在要看乌亚科和对方前锋 这一次碰撞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但不容否认的是 南通之云队下半时比赛 两个边路的进攻 一下子这个节奏就快了起来啊 长春亚太队似乎在这三四分钟的时间里 还没有更好的适应对方在进攻一端的这种变化 好 好 转中球 组一投球点到门前 我这边长春亚太在对手的禁区内 也完成了一次有威胁的投球接力攻门 组一突然前叉 杀到了禁区远端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球投球回点 南同志云整个进攻大举压上之后啊 后防线也不能说是其胜不顾价 三比提 扣过来 三比赛 奥克雷 奥克雷这一下呢 虽然是上前的防守能力得到了体现 但是其实这有隐患啊 你这个球断下来之后 第一脚处理的不干净 奥克雷的转身和回追的速度 现在看还是有一些偏慢 差点让南同志云队打成这一次反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场断球交给卡斯蒂略 一下子又为长车压态队赢得了 比较充分的回防时间 防守的阵线回来了 边路空档又出来了 刘霍安这个传宠球的质量不高啊 巴尔德卡斯 巴尔德加后点还没有插进去 然后呢卡斯地略插前点 但是刘霍安这个传球呢 是一个低平的线路 第52分钟 南同志云队的第五个脚球 这球直接打前点 谭龙在禁区内 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 这球直接大脚破坏出来了 南同志云上一场对阵苍州雄狮的比赛 因为对方的中场朱可夫 上半时比赛就被红盘罚下 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 人数占优 而且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最后没有能够拿到连胜 这个其实对于南同志云来讲 还是感觉比较遗憾 今天这场比赛 他面对的这个对手 长春亚太 实际上比较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战绩 南同志云是处于一个全面的下风的 这两支球队在19和20这两个中甲赛季 还有19年的足鞋杯当中都有过交手 五场交手的比赛 长春亚太赢了四场 打平了一场 打进了七个球 而且一个球没丢 在当时中甲的这个层面上 长春亚太对南同志云 还是有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但是呢 现在又时隔了两年多的时间 两支球队到了中超的这个层面上 而且阵容方面啊 也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比较直观的一个差距呢 确实是南同志云 这是他们中超的处子赛季 而长春亚太呢 实际上作为中超联赛的一个老牌球队 降级几年之后再回来 也已经是打了两个赛季了 度过了一个升级之后 第一个赛季的成功 还有上个赛季的这种略显没落 他在中超联赛的经验 还是要比南同志云更加的丰富 其实南同上一场对阵苍州的比赛 形势大好的情况下 最后只拿到了一个积分 经验的问题也是体现出来了 奥克雷这下角非常的果断 也达到了很好的防守效果 刘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南同志云下半时比赛呢 还是抓开局 整个阵容压的位置比较靠上 杨明杨这球打得又高又飘 不仅仅是对方的后卫不好判断落点 本方前锋对于落点的判断也不太准确 组一这球没拿住 老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反击的机会啊 我不想让她和谢谢 because inspire jury 我们现在来 lawn 豆这 东方 春 布雷桑这球不能拖大呀 谭龙在前场 这反抢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球呢 助理裁判这边是摇旗示意犯规了 但是你布雷桑在本方的半场处理球 还是要更多的果断一些 这么拖泥带水 有的时候怕是会出危险 谭龙这一个倒地的产抢犯规 也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这场比赛主裁判出示的两张黄牌 现在都是在长春亚太这边 上半是比赛的伤听50阶段 一腾有一张黄牌 然后谭龙刚才在前场的反抢 也领到了一张黄宝石卡 单同志云的进攻 直C球奥克雷靠近卡斯蒂略 这球呢 奥克雷尽管速度上和卡斯蒂略 还是差着一点点 但是他的这个跑动方向 把卡斯蒂略带球之后的位置 往外线去逼 然后实际上就压缩了 对方射门的角度 卡斯蒂略最后的这脚打门 还是为着打正 被乌亚科直接拿倒 翠奇 交给后防线 奥克雷 对 徐俊敏这样的上抢 哪怕裁判这球吹了徐俊敏的犯规 但是呢 刚才奥克雷在后场的拿球 持球 其实已经略微显得 有一点慌张了 莱安纳多 这场比赛 上半时打进一球之后呢 莱安纳多到现在为止 表现上略微 还是稍稍的有点沉寂 因为现在呢 南童之云把自己的进攻阵线推上去 长春亚太队两个边路的防守都收回来 这样的话呢 进攻的这种传球啊 有的时候这球都传不到 梁纳多身前的那一个区 他也没有办法再进攻一端 再说能够制造出更多的危险 大尔德 这球直C过来 穿跑之间差了一点点啊 刚才这球其实配合的线路已经打出来了 莫雷拉托的前差已经是跑到了空位 但是人球结合的这一下 没有能够跑到一个点上 亚太的防守阵线 现在收的还是比较靠后的 这就是现在长春亚太进攻端 可能出现的问题 这球到了祖一的头顶啊 祖一拿不下来 然后呢围绕着他 接应的队友也不在 更别提说 把这个球摁在地面上 你再转过来 再去找梁纳多了 这个做不到 头球回点 莫雷拉托 这球准备了半天 让大家充满期待 然后结果最后打了一个高射棒 但是这个球其实头球点过来 这位置已经有点别扭了 对于莫雷拉托来说 想要充分白腿 然后压正 打好 难度还是比较大 两边不约而同的走马换降 哈利姆拉提这时候上了 哈利姆拉提在中场换下了25号 曹科 而这边呢 在前场撤下了汪进贤 唐春亚太确实 现在需要再进攻一端 做一些改变 因为你两个边路完全支援不上去的话 这个太被动了 比赛还剩下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你要是一直这么被动的话 不是好的事情 一球的差距 这个并不保险 早上镜上 曹永静 还是在人和的时候 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能力 在当时也是非常让大家期待 那会儿曹永静 年轻 U23的球员 而且是当时人和最稳定的U23的出场的球员 他在前场边路内切的这种能力 在中甲联赛当中 人和冲超的那个赛季有很好的体现 然后到了中超之后 其实也第一个赛季适应的不错 但是第二个赛季 就进入到了一个二年级这样的瓶颈当中 到了国安之后 并没有能够获得一个更加稳定的 在球队当中的首发位置 这个赛季也是来到了长春亚太 叶丽江这边回房的速度还是很快 连续几次 丽宏都想在这边完成超越 但是效果都不好 直播间里球迷也在讨论双方 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阵容 亚太这边呢 今天张宇峰不在 萨尔金耀也不在 两个人这都没有跟对 然后好在上轮确证的祖一恢复合练 然后今天这场比赛首发了 但是现在看的祖一 今天在进攻一端的状态 也不算是特别的理想 另外刘云今天这场比赛也没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 他相比于上一场打金门虎的阵容做出了四个调整 这四个调整有三个都是被动的 刘云打金门虎的比赛也是半场就被换下 奥克雷 这个球倚住了卡斯蒂略向前的位置 保护了一下皮球 乌亚科出击把球拿在了自己的手里 卡尔德 这球想要寻求脚下速度的变化 看可能不能缓开对方的防守球员 但是没有做到 转动球再给进去 这个球乌亚科在门前 做出了极为关键的扑球 外围在打一脚远射 这球大偏了 这个角度再看一下啊 边线球致进来 刘欢的传中球 这个球这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啊 奥克雷跳的就是没有 卡斯蒂略高 这个球还不是乌亚科扑的 这个球卡斯蒂略的投球攻门 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 南通之云这场比赛 这个运气也不好 上半时比赛的投球 已经越过了门将 但是打在了球门立柱上 然后下半时比赛 这是卡斯蒂略 投球攻门也打在了球门立柱上 阿特里西奥这边呢 现在还是指挥落地 尽管现在还没有扳平比分 但是南通之云这段时间的进攻 还是向好的 长车亚太队还是要把自己的阵线顶出去 这样要给南通之云的后防线一定的压力 你不能说是我进攻线上就只留两个万元 然后全收回来了 这波前场的反抢 长车亚太队做的不错 能够把球持续不断的留在南通之云进区前的这个区 波雷苏倒地放产的时机把握的也是非常的好 波雷苏交给杨明阳 长车亚太队这段时间反抢上来了 你只有在前场这样去逼压对方的防线 给对方压力 那你的后防线的压力才能更小 长转球 胡亚科 这个球冲出了禁区 大脚把球直接打到了前场 杨明阳这球想法是好的 但是现实很骨感 没有能够在中场分过去 反而是丢掉了球权 现在呢 南通之云是把 8号莫雷拉托给收到了中间 然后呢和6号杨明阳 两人来打双后腰 17号替补上场的卡米然 现在是换位到了右路 现在将近70分钟 一会看看随着时间的推移 汪松什么时候上 这是巴尔德所期待的啊 罗马里奥巴尔德来了 在进区内调整啊 这球小打球没圆角 崔奇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 而且对对方接下来的进攻动作 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龙 韩龙连续三场比赛 没能再次帮助球队破门得分 这场比赛也极需要找到进球的感觉 然后现在长串亚泰队这边在中场 撤下了11号萨比提 萨比提向上阿布都海米提 看一下陈阳指导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 阿布都海米提上来之后打在进攻线的右路 现在要主罚边线球的 这是刚刚上来的阿布都海米提 他这边如果是打在右路的话呢 对位的是19号刘欢 上来一个胜利军 再冲一冲刘欢身后的这个区域 中路现在是祖一和廖城街 然后左边是曹永静 右边是二号阿布都海米提 这和南童之云的换人安排有点一曲同工啊 都是把右路的球员收到中间 然后呢替补上来一个能够打在右边路的进攻球员 还是希望在边路去找空间来去用胜利军冲对方防守的身后区 这球有机会 习近平打破乌亚科 关键时刻又做出了关键的铺球 乌亚科今天这场比赛啊 在门前这个状态真的是发挥的非常出色 长出压台上个赛季 因为整个状态打得不好 一个赛季呢 门将的这个位置上也是换了三拨人 但是这个赛季前几场比赛 陈阳之导现在很坚定的在继续使用乌亚科 而且乌亚科也用场上的这种出色的表现 来回报了教练组对他的信任 这球其实铺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 徐志敏在禁区内表现出了自己的个人能力 已经是闪开了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 奥克雷这球并没有能够顶远 刘伟交边落 巴尔德一对二 巴尔德强行超车在我门前给 找卡斯蒂略的头顶 这个球从危险的区域划过 两名 观察队友的位置 这坚硬的球员啊无球跑动还是要再多一些 杨梅杨这拿球看了半天 然后呢 后场都没往上上 然后边路就一个巴尔德 你就只有这一个传球路线 你这一传对方的防守预判就已经到了 就进攻就掐死了 外围尝试一脚远兽 又是被乌亚科挡出 长沙亚太队的防空警报还没有解除 巴尔德 调整 再给门前 这段时间亚太后防线上的压力有点大呀 乌亚科 今天这场比赛五次扑就 在禁区内完成了四次关键的扑就 长沙亚太到现在为止没丢球 零封对手 乌亚科系上手攻 但是你亚太队的后防线现在要给乌亚科减压呀 你始终让对方这么去打 这不是个能够让大家感觉高兴的事情 长沙亚太的球迷现在可能会被自己的球队很担心 巴尔德继续强托 传中球再给进去 奥克雷抢在对方的卡斯地位之前把球顶出来 现在呢长沙亚太的中场控不住球 这个球哪怕是解围出来 外围马上又被南同之云的球员拿到 然后再冲进去 传中球再给到中间 乌亚科这球第一时间拿球稍微有点不稳 但好在后防的队友还是及时把球控制下来了 二对三 南同之云队的中场防守 这会儿已经回来了 边路这是曹永静的传中球 寒龙上来想把这个球抢下来 然后他是和回防的莫雷拉托两人撞在了一起 这几轮比赛呢 谭龙虽然没有再次像首轮比赛那样取得进球 但是呢他在长沙亚太进攻线上 这种冲击力 然后尤其是搅乱对方后防线的作用 其实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 新赛季的前四场比赛 除了打身花的那场球被对手零封 长沙亚太队另外的三场比赛都有进球 而且三场比赛打进六个球 这个开局的进攻火力其实对于长沙亚太队来说是不弱的 在重回中超的那个赛季 当时陈阳之导也是很清晰的给球队进行了一个分几步走的规划 我一上来先是要稳住球队的后防线 虽然进攻线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磨合成形 当时几个外援也都是新到位的 但是我后防线上先稳住 先保证不丢球 虽然我赢不了球 但是也不轻易输 然后接下来 这个球裁判在场上也是干扰了皮球的行进路线 球权要交回到南同志云队的脚下 雷萨 雷萨 雷婚 哥马里奥巴尔德 给中间 这是莫雷拉托 莫雷拉托总是先让一下 把这球顺到自己的右脚 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处理 好的 过掉了对方第一和第二个防守球员 男同志云队前场的进攻 最后 这个一传一插 没有能够完全的对上点 传中球再往中间改 男同志云队现在 你这么传中打可以 但是你进区内的点要有 你刚才卡斯利略自己都拉边了 中路就只有一个人 你这传中就有点草率了 巴尔德的起脚 这个球在中路的危险区域滑过 比赛呢 已经是打到了80分钟了 场上的比分 目前还是长处亚太队 1比0暂时领先 亚太队这场比赛 打完之后呢 也是结束了 将会结束自己 5月份的第一场比赛 整个5月 对于中超的各支球队来说 将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5月份中超联赛 4天之内 踢6场比赛 这个赛程还是比较紧的 另外呢 现在很多俱乐部的球迷 也是在呼吁 能不能接下来的 这个后续的赛程安排 把中超的比赛 更多的放在周末来进行 以便于球迷更好的 利用休息时间来到现场 给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 而这个球 巴尔德战术犯规 要吃牌 组一刚才在中路 过人向前 还形成了一个反击 巴尔德情急之下 犯规阻断了 长寿霞太队的 这一次反击进攻 队友 祖一把这球直接打到了禁区中路 虽然是形成了投球 但是这个球够着往前顶 直接顶出了球门横梁 长州亚太下一轮呢 是在自己的主场来对阵梅州客家 然后呢 南通之云将会连续两个主场作战 下一场是5月10号 在自己的主场来对阵浙江 浙江新赛季的开局打的不是很理想 这就是大家之前常说的 升班马的二年级现象 浙江对这个赛季开局也遇到 南通之云这边持续的进行换人调整 30号李湘滨上 换下了4号叶丽江 28号封线上 贵红上 莫雷拉脱下 因为比分落后 加上商庭捕食差不多就是10分钟出头的时间了 所以现在呢 南通之云得在进攻线上进一步加派人手了 贵红上在封线上 再顶一个人 然后右路的攻防是不是都交给卡米然了 贵红下 贵红上 赵红上 我来说 贵红上 赵红下 贵红上 赵红上 以赵红上 赵红下 赵红上 赵红上 赵红下 贵宏上来 封线上再增加一个点 那接下来南通之云 可能要在两个编路 更多的做文章 之前他的传终啊 其实打的还是 有自己的设计的 但确实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中午的经典点 今天这场比赛呢 南通之云队一直 做的不是特别的到位 经典的点还是相对比较少 这边老将成长成上 封线上换下了莱昂纳多 成长成上个赛季的中后段 在长春亚泰的进攻线上 还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虽然在长春亚泰 这十多年的时间 成长成在进攻线上 可能一直都是一个角色球员 谭龙啊 然后包括前后几任外援球员 出场顺位都排在他的前面 但是这真是招之即来 来只能斩 南通之云在这场比赛当中 已经是完成了十七角射门了 十七角射门五角打正 但是现在还没有能够取得进球 长春亚泰这边是二十次抢断 再加上十九次解围的数据 可天罗 操纵径的防守做得很不错 亚泰今天没有了塞尔吉尼奥 在进攻的这种转换上 还是感觉要比前几场比赛 降了一个档次 塞尔吉尼奥也是入选了 四月中超联赛最佳球员的候选名单 前四场中超联赛 他是打满了三百六十分钟 完成了六次射门 打进了两个球 而且还创造了九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 今天没有他 感觉组一往上顶呢 还是稍微差点意思 然后封线上 莱安纳多今天虽然有进球 但是他和自己的整个球队 这种进攻配合 今天还是稍稍给人的感觉是割裂 但进球就是王道啊 比分现在长春亚泰领先 而且莱安纳多这是连续两场比赛 破门得分了 连续六倍 Kit 蓝铜之云的进攻啊 现在占据着主动 但是呢在进攻上 还是要打得更加的耐心一些 今天有几次了 打着打着 这个就直接外围打远射 效果不是很好 许志敏内切 刘欢这边还有机会 前场的这种传球的延续性要保持 卡斯蒂略在给门前 脚后跟射猫 卡米然这球其实射得很好 但是成长城今天状态更好 巴尔多直接打门 这个球很像啊 球有一个明显的下坠 直接奔球门的圆角去了 但是最后还是稍稍的高出了球门横梁 再看一下啊 这个球其实 卡斯蒂略这个是想传还是想射 这第一时间给人的感觉 有点不太看得清他的意图 但是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好的 这球到了卡米然的面前 卡米然的射门也很有想象力 但是今天乌亚科在门前真的表现出色 裁判示意呢 乌亚科这边在 故意的拖延比赛时间 也是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 90分钟的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 组一 这球虽然从两名防守球员的空档当中 送了出来 但是前叉的谭龙 已经没有办法去更好地拿到这个球了 华尔德 外脚背的传球 这球直接打前点 亚太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抢先 也要把球破坏 传中球再往中间给 乌亚科又是把这球挡出去了 下半时比赛四分钟的伤停古时 这四分钟的时间啊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南童之云下半时持续不断的这种进攻 其实给了长车亚太后防线很大压力 而亚太队门前呢 乌亚科的状态发挥的很神勇 这场比赛 五次挡出对方进区内的射门 六次成功的扑救 这已经是非常漂亮的守门员的单场表现数据了 闻得永烫 Farewell Xin不bla 亚太队伍 亚太队伍 식으로评约 桂宏 长春夏太队的防守还是很有经验 这球逼着桂宏走边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可以让这个球 去往中路有威胁去打的空间就不大 脚球次数之比啊 今天这场比赛8比1 南同志云现在看能不能利用好这个脚球机会 上半时比赛利用脚球曾经一度是把球送进过对方的球门 巴尔德甩头送到远端 祖一这边不敢大意 再蹭了一下 把球蹭出了底线 在对侧南同志云继续来主罚脚球 这次脚球还是直接往终点的位置去打 球并没有能够离开禁区 黄初亚太这边又有球员倒在了地上 出现这样的场景呢 着急的肯定是南同志云 自己进攻的节奏被打断 然后呢 不管再有伤停捕食往后去演表 那你这段时间也还是被消耗掉 重要的其实是节奏被打断 而在这个时候呢 领先的一方是完全有资本 自己也可能感觉有必要去做这种消耗比赛时间的事情 南同志云今天这场比赛 这个球 弹龙到了进区里 想要脚后跟交给自己身后的队友 两个人还是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默契 现在看南同志云队的这个反击 要找巴尔德 巴尔德这边提速 阿卜多海米提有一个犯规 巴尔德这会儿别急呀 不能急呀 你先把定位球罚完 才派已经明哨了 已经是给了南同志云队这边这一球了 你要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后一攻上 阿卜多海米提吃到一张黄牌 南同志云队这个定位球的进攻 怕是全场比赛最后的机会了 刚才是崔奇在编路的犯规 然后裁判给了他一张黄牌 高空球的争顶成功次数 长城下泰队这边是15次 还是要高于南同志云 奥克雷啊 包括弹龙回到禁区里 这都是防高空球的一把好手 伊藤的身高也达到了1米9 相逼 一球直接打到禁区里 甩头 奥克雷在禁区内再补一个减围 巴尔德的上门被封堵 刚才是门将施晓东 都已经是到了对方的禁区内 前场反断 这个球是吹了 长春亚太队球员的犯规 在这个位置上 裁判又给了 南同志云队一个任意球 再看一下这个球 南同志云的球员呢 是在投诉 认为奥克雷在禁区内 强点的时候 有一个疑似的手球犯规 然后裁判刚才名哨 吹的是曹永静 在禁区湖前 这个位置的放产 这是有犯规的 比赛越到最后的 这一点点的时间 场上的每一种情况的变化 都会被放在显微镜底下去查看 都会牵动所有人的神经 都会影响这场比赛的走势 裁判现在是在跟视频助理裁判 在沟通 要看奥克雷在禁区内 那一下疑似手球犯规 到底如何去界定 看这个啊 这是争顶 没顶着 然后呢 奥克雷的这个手臂 说实话 这一下 这看裁判组怎么理解吧 从这个位置再看 奥克雷这是回撤 想要去抢这个点 但是他对于落点的判断 是出现了一个问题的 然后裁判还是给了任意球吗 这种时候呢 其实对于裁判 然后包括视频助理裁判 在裁判室的这种查看 他压力是很大的 关于在禁区内 然后手球的这种界定 实际上国际组联 然后对于比赛的这种规则 然后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他这个规则 似乎也一直没有一个 能够让大家一看就明白的 这种最终的统一标准 每场比赛裁判在场上 临场的最后的这种 职裁的界定 可能你挑出十个案例 这能够有三四种 最后的吹法 这个都是不同的 你如果从很多人的理解 看来奥克雷刚才的这个球 他对点的判断是失误的 然后呢 这个手臂甩起 球也是打在了杨起的 这个上臂上 很多人认为 这应该是一个点球的判斩 但是你最终 不管大家 在直播间里讨论的多热闹 我们对于这个球 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左右这场比赛 最终的这个走势 左右这个球 是不是点球的 是场上的裁判 和视频助理裁判 给出的建议 现在先看这个这一球 南通之云队这个定位球 还是选择了大力轰门 虽然是打穿了人墙 但是位置打得太正了 被这场比赛 一直有着出色表现的乌亚科 把这个球给收入怀中 与此同时 主裁判也吹响了 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这个球最后的打门选择 其实有很多 但是你也不能说 南通之云最后选择 通过这样的方式的攻门 是错误的 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球 长串亚太队 全方位立体式的防守人墙 都已经是搭建起来了 对于南通之云来讲 这个定位球想要打成 难度也比较大 这样的话 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 结束哨音的时候 长串亚太在客场 1比0的比分击败了南通之云 也是取得了 他们在新赛季中超联赛 当中的第三场胜利 而南通之云在本场比赛 输球之后 最近两场比赛 是拿到了一个积分 作为中超联赛的一只升班马 肯定还有很多学费要交 也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场比赛 吴亚科的发挥 无疑是非常出色 但是关于这场比赛 赛后 我觉得一些关键判罚的讨论吧 可能还会继续 而且会引发大家 很激烈的这种争论 这也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 而这场比赛现场部分的转播 我们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 稍后呢 还会有双方球员 在赛后的采访 我们也听一下两边的球员 对于这场比赛的整个过程 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 自己的看法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转播 再见 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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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